但其实金普聪昨天到立院被询 到今天仍然引发很多的后续效应 像是萧美琴她用英文来质询 结果呢 萧美琴的办公室今天一早就接到了很多泛蓝民众的抗议电话 但是呢也有不少支持者力挺她 而另外台联立委许忠信被金普聪说她质询的内容像是综艺节目百万小学堂 也让她气得要求金普聪应该向她道歉 喂 萧美琴办公室你好 是 电话接完一通又一通 萧美琴办公室电话从早就响不停 都是为了前一天直询驻美代表金普聪时 这段精彩的交手工房 我认为你英文很棒 因为这是你的国家语言 但我认为大家要明白你的问题 虽然有泛蓝民众抗议 不过力挺萧美琴的声音却更多 她的脸书上更有接近五百个赞 一百多个加油打气的留言 因为是在外交委员会 那她用英文来做一个互动 是一个基本的先决要件 那我们真的非常关心她在跟美方政界的互动 用英文质询两位当事人继续隔空交货 不过引起争议的工房 还有这一段 就是吞不下这口气 许忠信要金普聪向他道歉 到立法院短短的一天被寻 进普聪引起的旋风 鱼颇荡漾 民事新闻做不到